今日有媒体以国语日报炒股拖累连八年亏于千万为题报道 国语日报社晚间发出声明表示 教育部主张国语日报社属政府捐助财团法人等相关情势已进入司法程序 应尽待法院判决并呼吁教育部误在透过媒体散播片面资讯误导社会大众 国语日报表示基于安全可靠原则购买金融商品属于长期投资而非投机炒股 符合教育部审查教育事务财团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要点第十二条第四款规范且相关的管理机制 都遵循内部作业程序原理办理历年财报街城报主管机关教育部 针对该媒体未经查证及平衡报道 国语日报设予以严正博斥于谴责并保留法律追溯权 教育部主张国语日报设属政府捐助财团法人等相关情势已进入司法程序 应尽待法院判决 国语日报呼吁教育部误在透过媒体散播片面资讯误导社会大众 全文如下 国语日报设声明 11月28日自由时报国语日报炒股拖累 连八年亏损于千万只报道 相关讯息与数据不实 本社策语澄清说明如下 本社基于安全可靠原则购买金融商品 属于长期投资而非投机查股符合教育部审查教育事务财团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要点第十二条第四款规范且相关之管理机制都遵循内部作业程序原力办理 历年财报阶层报主管机关教育部 对于自由时报未经查证及平衡报道 本社予以严正驳斥于谴责 并保留法律追溯权 教育部主张国语日报涉属政府捐助财团法人等相关情势 以进入司法程序 应尽待法院判决 并呼吁教育部 再透过媒体散播片面资讯 误导社会大众 本社创立近70年 始终是独立经营的媒体 长期致力语文教育 推动独报教育 关心偏乡教育 也积极培育儿童文学写作人才 热心捉求运动扎根 提倡运动风气 本社今后人将以追求社会公益 关怀儿少教育为使命 敬请所有读者继续支持国语日报 国语日报图联合报系 资料照片分享